美媒席底,这些前美国官员现在为中共游说,7月23日记者Bethney Allen & Bohemian在美日也受了Daily Beast,发表文章来看这些为中国游说的前美国官员文章认为,中共政府和中国公司通常关系密切,不但在华盛顿前游说和公关公司为其利益代言,而且,有些时候会雇用前美国官员个人作为游说者。 北京还学会了如何利用其经济实力,向那些遵守中国规则的公司敞开大门,却猛烈抨击彩虹线的公司,有时这使北京对在中国拥有商业利益的外国公司产生强大影响,这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现任美国政府官员,即使仍在任上,也可能会关注他们在中国的未来前景文章介绍,对这种情况有些人感到警觉。 来自弗吉尼亚的前美国代表,长期担任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的Frank Wolf说,20世纪80年代,没有人会代表俄罗斯政府,但现在很多人在为中共政府留税。 我在国会任职34年,我觉得这令人震惊文章,总结了一些较为突出的典型,他们是前美国政客和官员,但现在为中共留税或其商业利益与中国密切相关。 中国数字时代将文中资料翻译整理如下Charles Bustany直到2017年Bustany,担任路易斯安那州第三国会区的美国代表,并任美中工作组联合主席离开国会后,他加入了游说公司Capital Council Bustany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 注册为外国代理商代表美中跨太平洋基金会,该基金会位于拉斯维加斯,由中共政府赞助,据FARA提交的文件称Capital Council帮助该基金会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带到中国,加强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理解,从而有助于加强美中关系。 在合同开始时,该基金会在2017年底向Capital Council提供了5万美元的初始费用。 John Bustany 2015年从众议院退休后,前众议院议长Bustany加入了Squire Patton Box,游说公司。 这家游说公司长期代表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Bustany作为战略顾问,为美国和国外客户服务,并将专注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Bona曾在90年代末,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国地位的努力中,担任领导角色John Christensen Christensen从1995年到1999年担任内部拉斯加州代表。 在离开国会后,中国电信巨头中心ZP1聘请他作为说客,在联邦调查局对中心通讯违反对伊朗制裁的调查公开后,Christensen辞去了他在那里的职务David. Forestein-Zaristan从1992年到2010年担任职业外交官,离开政府后,他加入了东西方研究所,在那里他领先推出了一系列美国和中共的高级政党领导人之间的对话。 其中许多次对话,将美国领导人带到中国,东西方研究所建立了与中美交流基金会的合作关系,该基金会与中国共产党统一阵线政治影响活动部门密切相关,该研究所还与一个中国组织合作。 该组织,被称为人民解放军政治情报机构前哨,Forestein现在担任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中国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Forestein提议在中国公共政策中心和中美交流基金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但在美国立法者关注中国影响力的压力下,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决定,在今年拒绝这一体应来,Holtzman曾在总统的执行办公室工作,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美国贸易大使,在公共事务方面的特别顾问。 后来担任鲍威尔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的顾问Holtzman现在是公关公司BLF,Worldwide的合伙人在那里。 他负责管理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活动Holtzman筑特为外国代理商代表中美交流基金会。 根据FARA提交的文件,他将为中美交流基金会提供服务,以促进其在美国的利益。 包括扩大第三方支持者,安排媒体和中国代表团访问活动,以及支持ZUSCF与美国的活动Random。 Philips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8年,担任中情局北京站主任,但在离开该机构后Philips采取了不寻常的一步,留在了北京并加入了私营调查公司Mintz集团。 多位消息人士告诉美日野兽,Philips决定在北京推销服务,这引起了该机构的关注和不满。 Dunard,Andy Perdejia,作为乔治W布什政府的办公工作人员,Perdej帮助起草了2003年的网络安全战略。 该战略被称为美国国家安全网络战略,然后他转业到国土安全部,在那里他帮助制定网络安全举措,并担任国土安全部和美国政府的主要网络官员。 后来他成为华为美国业务的首席安全官Clock T.Rent,JR,Rent于2001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自2009年起他担任Rent & Co. LLC的总裁该公司, 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提供咨询它是HOPU京华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特别顾问,并且是众多与中国紧密相关的商业利益组织的顾问委员会,包括高通永利度假村和Vermont Industries Met. Vermont Furman曾经担任亚利桑那州第五国会区代表,并担任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主席,他于2016年从政界退休,他现在担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府事务副总裁,他的职位包括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推进国际项目。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孔子学院的所在地,北京资助的教育企业,每年为该大学带来约20万美元资金,孔子学院念临国会对其对美国校园学术自由造成威胁的审查,在4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活动上Simon斥责这是麦卡锡主义,并表示美国应该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合作,而不是反对他。 James D. Wolfson是世界银行集团的前任主席,Wolfson曾担任中国投资公司,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